像在我们议会里面 很多民进党都在聊 那他们都告诉我们说 没有人敢去跟Zoeco讲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再这样下去不行 可是没有人敢跟他讲 民事出手处理了 然后把他发到原先的152 你看他辣新闻后面跟了一个152 只是每天53台就民事联播 现在把他取消联播 他回到152 说实在那力道会差很多 因为被发落边疆 可是最近还是会有个热潮 有人会跟着他走 这个毫无疑问 然后你又看到他做了一个动作 他预告了好久 他今天要去 就像你讲的 他制造一个媒体的高峰 再战 可是他临时取消了 这种蛛丝马鸡 再加上民进党 他们也灌爆了他们的内部的会议 很多人就讲说控制不住 那该怎么处理呢 那陈思忠也直说民调有下滑 他说选前都不上他节目 所以我把这些场景 把它并列出来 我研判 我合理的推测 民进党高层出手了 就是不管用硬的软的 让他知道说是不是可以控损一下 所以他配合爸爸民事做了这样一个动作 小新你认为呢 这背后大家往这方面去沿袭 我认为当然是 有可能 因为已经对于这个民进党的选情 从台北市甚至可能会外移到其他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他又说支持周一寇就是 这个支持沈慧宏嘛 然后又说他要去帮林佳龙嘛 他的帮忙跟热心是在台湾遍地开花的 那他的影响力就是遍地开花 所以我觉得说他这么不寻常的去取消了他本来一个 想要再次一搏的这个活动 然后脸书变得突然非常的低调 这就不像周一寇 脸书也很低调 对嘛 他脸书也不太发了嘛 这就不是周一寇的行为 跟一天连发五篇打遍天下无敌手 一个人战群雄的那种程度不一样 那才是周一寇 因为这个是他亲口跟我说过他危机处理的方式 他亲口告诉过我 他遇到危机的时候 他会怎么看待那个危机 怎么处理那个危机 他其实简单讲就是压力越大 我出手越凶猛 这是一个他的保护色 就是让别人不要看到他内心脆弱的一面的方法 我的观察是这样 可是现在全部都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民进党是确实是可能会已经出手了 对出手了 才会一夕之间 自首去安抚说你是不是先不要 我们之后再看怎么样 之后再一起来讲 但是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如果民进党出手的话是谁出手 因为像在我们议会里面很多民进党都在聊嘛 那他们都告诉我们说 他们不敢 没有人敢去跟周一寇讲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再这样下去不行 可是没有人敢跟他讲 因为怕他呢 讲的内容全部都讲出来 而且可能还讲的不是完全是你的那个版本嘛 所以其实绿营的人从议员以上都非常非常的紧张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